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9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中国国家统计局11月9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 10月份中国工厂的出厂价格 自2020年以来首次跌入通缩区域 同时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涨幅则低于预期 两者进一步表明疫情封锁 对国内需求产生了严重的抑制作用 出厂价格是衡量出厂商品价格的指标 出厂价格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能源成本和原材料成本 中国10月份的出厂价格同比下跌1.3% 这是自2020年12月以来的首次下跌 经济学家表示 与去年相比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也就是一些原材料的价格下跌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出厂价格的疲软 但是这一数字的下跌 也同时反映了整个中国内需不足的严重程度 反映中国通胀情况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10月份则上涨了2.1% 低于预期的2.4% 经济学家说 即使全球能源上涨 中国也没有通胀风险 因为生产者无法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中国人根本不想消费 对于中国的工厂老板来说 国外通货膨胀导致订单减少 而中国防疫封锁导致工厂停工 内忧外患 双重叠加 令中国的工厂今年难以生存 一位广东的工厂老板告诉金融时报 最重要的是感觉没有希望 因为一直没有经济复苏的迹象 中国南方的工厂经理报告 由于美国和欧洲库存充足 10月份来自于欧美的订单下降幅度高达50% 比如说体育品牌耐克在9月份就报告称 其北美库存在第三季度末增加了65% 轻库存成为欧美商家近期的主旋律 我们知道10月份通常是制造业特别繁忙的时候 因为年末年初有大量的节假日和促销活动 但是今年订单的急剧下降却使中国的蓝领工人难以找到工作 许多工厂正在关闭 周一中国海关数据显示 中国出口令人意外的萎缩0.3% 而经济学家此前预计它将增加4.5% 中国已经在与房地产 疫情和疲乱的消费作斗争 工厂制造业的萎缩 进一步增加了中国经济的悲观前景 广东的制造业中心 东莞的一名地方官员匿名告诉金融时报 地方政府正在努力补贴当地的工厂 帮助他们维持运营 但是手头拮据的地方政府 同时还需要支付不断增加的防疫成本 最近广东疫情爆发 令核酸成本人力成本又大幅增加 这位地方官员无奈地表示 我们能怎么办 把所有的钱都浪费在没完没了的核酸检测上吗 怎么样也要想办法救工厂和地方经济 一位在广东外贸公司工作的员工 向金融时报表示 他的年收入从去年的8万元 降到了今年的5万元 原本可以随意买奶茶的他 现在只能买打折奶茶 他估计公司订单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40% 随着中国继续执行动态清零 中国的疫情反而越来越严重 中国本周二报告了7700多例新增感染病例 这是自4月下旬以来的最高记录 而且这一次传播的范围更广 中国所有的31个省级地区都报告了新增感染 而此次疫情的正中 广州市连续数日新增破2000 8天累计病例过万 广州市周三宣布自11月10日周四期 除了郊区 全市中小学全面停止线下教学 改为上网课 幼儿园暂停返校 高校封闭管理 广州三个区数百万居民 进入了7天的静默期 也就是封控当中 但是广州当局表示 他们正在努力减少对市民生活的影响 在最近的国务院联防联控会议上 国务院警告地方政府 不要过度防疫 但是观察人士表示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香港病毒学家金东燕教授说 面对传播能力如此强的奥米克戎病毒 中国地方政府干部 如果不采取强化措施 就根本控制不住它 所以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要求 几个月来 国务院不断重申 禁止任意 限制人员流动 禁止拒绝危重病人等措施 但这些警告 在疫情爆发的地区 始终被抛诸脑后 因为清零与放松防疫 根本无法同时实现 所谓的精准防疫 只是一个理想状态 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 Alfred Wu一针见学的指出 国务院重申不得过度防疫 只不过是试图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 以此来抵御外部批评 病毒学家金东燕教授则说 由于来自高层的不明治和过时的决策模式 同时对新冠病毒妖魔化 使中国现在陷入了困境 他表示 如果中国将十分之一的财政资源 从大规模检测 改为用于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 和储备抗病毒药物 中国将更有能力摆脱疫情 但是政府现在所做的 基本上都是反科学 法国新业银行的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姚伟则认为 当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 不堪重负无法负担时 不论中国政府愿不愿意 就都到了不得不向前看的时候 姚伟同时表示 即便清零政策解除之后 中国也不会出现 与西方国家类似的强烈的报复性需求 因为在整个疫情期间 中国政府从未向家庭提供过 直接的财政支持 这是与其他国家之间 存在的重大差异 同时由于中国封锁持续的时间更长 对于信心的破坏可能会更持久 因此摇尾相信 取消清零之后 交费会有所反弹 但是恐怕远远无法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而随着美国 欧洲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步放缓 经济学家对精明两年全球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月表示 最糟糕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但是周三中国的房地产股迎来了一波飙升 因为中国的监管机构宣布扩大融资计划 以支持房地产行业的债券发行 已经发生债务违约的续挥控股 股票大涨40% 碧桂元股价飙升23% 龙湖集团股价上涨17% 恒升中国大陆房地产指数整体上涨8% 周二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宣布 将扩大一项计划 支持包括房地产开发商在内的民营企业 约2500亿元人民币的债券融资 并且后续可视情况进一步的扩容 微信人士表示 尽管该计划对开发商的短期内帮助 可能并不大 但是中央政府释放出的信号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振市场情绪 支持房地产开发商发债 是帮助他们缓解流动性的第一步 但是鉴于中国房地产销售复苏乏力 分析师预计该行业将仍然继续出现 更多的债务违约 10月份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房价和销售额双双下降 另外中国教育部周三表示 中国的奥林匹克英语大赛 希望数学等多个知名竞赛违规 已经被依法取缔 教育部指出 奥林匹克英语大赛 对外宣称的两个主办方 均未经过合法注册 而希望杯 舞阳杯 华树之星 施奥赛等知名比赛 均未列入中小学生的 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 因此均属违规竞赛 中国教育部重申 竞赛及竞赛产生的结果 均不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的依据 也不作为高考加分项目 2018年中国教育部要求减负以来 已经连续四年取消各类竞赛 并且基本斩断了竞赛与招生 考试 培训 挂钩的利益链 中国喜欢内卷的家长 可能要另谋出路了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oss